表面和一涵换身正义寻宝家 最后能否打开冰陨巨魔或者宝藏 寻宝家 让我来瞅瞅我是什么身份 哇塞 我真是墨金校外 这个身份可牛啊 这不得把咱们迷你世界最卧山之的墓穴给捣捣捣捣捣 现在那你想什么呢 我们虽然是盗墓者的身份 但当然要做行销仗义的事情啦 正所谓道义有道 可恶的冰陨巨魔总是搜刮原村民的宝藏 我们今天的目标啊 就是杰富济瓶 多灰宝藏 行行行我听表姐的 不过现在咱们这半斤斑两的能力也卡不过呀 还是先完成任务提升的练职吧 第一个任务是找到掩埋在祭祀中的黄金 说不得挖到地下一百层了 这个难不倒我 我的身份啊是具领利式 拥有不俗的挖掘速率 看我的小朋友们勇赏地下一百层 作家的朋友们 你们准备好学习了吗 哎呦 怎么我才挖到底下的石膏就壞掉了 这太坑了吧 那肯定是工具不够高级 我发现我的能力是点石成岩 只要岩石就能变成命岩 表现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哇塞 这能力妙啊 你等着 看我把地下给它挖穿 岩石大法大法的 看样子发财了 有了命岩 效率就不用说了 直接看它挖到金石层 去找它被掩埋的黄金 不知道是哪个倒霉单 埋了那么多黄金 这下全是咱们的了 我们的力量值提升啊 我获得了技能点人成冰 可以给生物造成冰伤效果 还不错 我的技能呢 是点人成火 可以给生物造成燃伤效果 接下咱们啊 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 下一个任务 是击败不能移动的生物 奇怪 迷你世界里好像没有不移动的生物呗 迷你世界里就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跟我来 小姐你葫芦里卖的是啥药呀 难道我们用冰冻装置让生物不能移动 当然不是啦 我们要先收集一些双火石和皮革 合成巨物手套 再用巨物手套推出两个雪球碰在一起 就是一个不能移动的生物 雪人啦 哇塞 小姐你还挺聪明 我们快把雪人机拜完成任务吧 你们还真是分头跑火车 觉得还冒烟呀 哦耶完成任务 我直接升级成了现代化玉林力士 看着我手上的AK47 我就是能够感慨一句 打人时代变啦 虽然我的武器不是计划成现代科技 但是倒退了五百年 武器是金箍棒 俺老孙来 我的妈呀 可以冷门但不能邪门吧 你这摸金摸金还摸出了个金箍棒来了 像不了大表姐 别说冰运质魔了 时空欢迎来了都得笑我是猴哥 咱们现在出发去揍冰运质魔吧 冰运质魔 这么多天你为非做难抢夺宗明宝藏 今天我们就是来替他们躺回来的正义使者 你在说什么玩意儿 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我也不可能把宝藏给出去 你不算个钱 一个拿我祖先的神器 一个拿高科技武器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怎么远运质魔掉落的宝藏是牛肉啊 真是个贪吃鬼 害我们大费周章 才吵了这么点东西